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选购电脑椅的经历 虽然我的网名叫Achair 里面有一个chair椅子 但是这个名字和椅子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是卖椅子的 甚至我在椅子这个行业完全是一名小白 由于工作的缘故 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 可能是年纪大了 坐久了会腰酸背痛 所以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多放了两天 做了很多关于椅子的调查 学习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准备为自己挑选一把合适的椅子 到底是买人体工学椅还是电竞椅 买什么品牌 什么价位 什么功能 开始对于这些我完全没有概念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调查和研究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 坐时间久了不舒服 原来不单是椅子的问题 还和自己的身高 腿长 桌子的深度 高度 甚至和显示器的高低都有关系 学习了这么多的经验 如果不分享出来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接下来我会分成几集和各位分享 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同学 这是第一集 我先分享一个干货 一个标准的坐姿应该是怎样的 这也是我在这几天中学到的 这个坐姿标准不一定全对 大家可以参考 如果是高手请执政 每个人的身高不同 他的大腿和小腿的长度 大臂和小臂的长度也都不同 所以同一把椅子 有的人说好 有的人说不好 这都是正常的 虽然每个人的体型不一样 但是在坐姿方面 仍然有规律可循 各位可以根据 我下面列举的这些项目 注意检查 看看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从下往上检查 第一 膝关节要呈直角 就是这个大腿和小腿 自然呈直角 双脚放在地上不能悬空 自然落地 有支撑 第二 是膝关节的后面 要有空间 屁股坐到椅子和椅背连接的那个地方 小腿距离 椅座前面那个边缘 要留有空间 这个空间很重要 因为这个膝关节 后面有很多血管和神经 不能长期压迫 第三 腰部要有支撑 电脑椅要有腰靠垫 或者叫腰托 上身要坐直 靠垫的位置 是不是正好在腰部的生理弯曲的那个位置 第四 肘关节要呈直角 我们在用键盘和鼠标的时候 这个大臂和小臂 要自然呈直角 第五 手臂和手腕要有支撑 键盘和鼠标距离桌子的边缘大概10到15厘米 如果太远的话 静部和肩部容易向前倾斜 第六 显示器的距离不要太近 手臂向前伸展 够不到显示器 第七 显示器的高度 显示器的那个顶端正好在我们眼睛的下方 我们眼睛水平面的下方 显示器如果太高的话 可能会引起静部的问题 第八 显示器的角度 要倾斜20到30度 这样对眼睛和肩部都是一个理想的角度 通过以上的说明 这个坐姿不单是椅子的问题 还会涉及到桌子的高度深度 甚至还有显示器的支架或者悬臂 以我个人检查为例 我的身高是1米85 用的椅子是宜家的伦贝特 桌子用的也是宜家的叫贝肯特 这个桌子的长度是1米6 纵深是80厘米 桌面的高度是可调的 目前是76厘米 显示器是34寸的 21比9的待遇屏 显示器的支架是乐哥的 型号是F8A 对照以上的坐姿标准 检查结果如下 第一个问题是腰部支撑 这个椅子没有腰托 腰部支撑这项不合格 坐久了容易导致疲劳 第二 椅子的高度不合格 这把伦贝特的椅子的高度 官方声称可调范围是40到57厘米 但是我这把的高度范围变成了42到52厘米 比正常值低个35厘米 可能是老化了 因为用了6年了 这个椅座的高度不够会导致三个小问题 第一是腿部无处安放 腿要展开得斜着伸展 第二问题是肘部撑在桌面上容易耸肩 第三是显示器的顶端会高于眼睛的水平线 虽然有显示器的支架 但是由于桌子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把桌面放得太低 腿部的空间又会受限 上面这三点是椅子高度不达标造成的 这把椅子还有个问题 上面那个坐姿标准没有提到 伦威特以做表面材料是人造格的 人造格这种材料透气性不好 长时间做着不利于散热 这集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